我最難過的一次是我爸 載我媽騎摩托車然後車禍 然後我媽受傷很嚴重 她沒有跟我講 我本來要去打那個肇事的傢伙 我媽跟我爸宅心人口說 其實他也不小心 然後我媽就是責怪我爸技術太爛了 我也不知道我爸技術怎麼那麼差呢 他兒子也是亞洲杯的摩托車冠軍 我小時候在鄉下長大 因為我爸是老師 當時老師的薪水也不是多高 我覺得在我們家的淳樸的一個風氣下 我們過得很簡單 但是我過得很富裕 那我們家有三個小孩 我們家都一直在租房子住 全家人擠在一個小房子 那個時候是榻榻米 然後我爸可能有些時候會去 那個時候有些互助會吧 會去標會 後來我才知道我們家原來有很多呆帳 因為我爸很多朋友後面跑掉了啦 我媽都一直罵啊 我才知道說我爸為了讓我們生活 他也為了他會做這些像現在的投資一樣 我想說學棒球 我的衣服都破爛了 然後手套都是學長給我的 我也沒有球鞋 是中國搶那個牌子 我還記得 然後我看到我的很多隊友 他們都開始穿的那種世界名牌 然後我記得我要參加那個 那時候是一個全省的聯賽 滿重要的時候 我爸就給我錢 所以叫我去買 那時候是叛逆期 我喜歡練球 然後功課就會有一些疏忽 然後我覺得我爸也很少跟我 那時候都溝通 就是那時候感受到我爸說 其實你是關心我的 然後你也聽到我 感受到我想要的 可是後來我沒有去花那筆錢 我記得我去工廠打工 暑假的時候 我跑到了台中一個工廠去做品管員 那我每天看著那個流水線 然後要檢查那個鞋子有沒有瑕疵 然後一直來 然後我檢查的速度很慢 因為我是打工的工讀生 我也怕出錯 我每次都堆了一根扇一樣 然後那前面那個流水線的那些 姐姐哥哥們都看著我 快一點好不好 拼了一個月 存了那筆錢我就 也捨不得買那個球鞋 我就回去給我爸爸 我爸說我自己賺第一筆錢 然後我爸就跟我講說其實 家裡面不能提供我太多的物質生活 但是他們會盡他的能力 讓我起碼一時無憂之類的 然後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想要的就我自己努力去爭取吧 所以我小時候的打工經歷很豐 我也去過梨山果園去當搬運工 我也曾經去花市披花出來 在節日的時候 過年的時候去賣花 後來我讀大學我要去主樂團的時候 我也是去樂器行打工 然後我記得那一年我在梨山 在果園打工 然後當然也是山崩了 我回不去 我就說那我不要回去了 反正過年那時候覺得都一樣 圍爐的時候我們跟果園的 值班的工人 還有當地的原住民一起過年 他們都說你怎麼不回去啊 你這樣爸爸媽媽會不會想啊 突然間好像年夜飯我沒有在家裡 我第一次感到覺得好像有點怪 後來我就盡量 讓你重要的節日不管怎麼樣都能夠 陪伴在他們身邊吧 我記得我好像在拍武俠劇的時候 不知道是笑澳江湖還是神雕俠 我大概待了大半年沒有回來過 然後我參加一個我的記者會 然後他們呢 叫了我爸媽來 我很久沒看到他們了 所以我在那個記者會上 害我哽咽的那種哭了 爸媽現在有沒有比較缺乏的東西啊 缺乏陪伴 因為我實在沒時間太多陪伴他們 他們也住不習慣台北 我只要有空我就都不回去吧 我爸媽現在用的還是老人機 所以他不能跟我視訊 我就會盡量打電話 智慧型手機我媽不太會操控 她還是只會接關 我媽甚至還覺得 平常每次要關機 不然會電會一直跑掉 然後就盡量把我的鄰居 都安排好那個 所有的那個聯絡方式 有什麼事情他們幫我聯繫一下 關照一下 我最難過的一次是 我爸在我媽騎摩托車 然後車禍 然後我媽受傷很嚴重 她沒有跟我講 我以為是跌倒 後來回去 我媽要 我媽拿著四腳拐這樣走 然後被撞得很慘 我本來要去打那個造勢的傢伙 我媽和我爸宅心人口 其實她也不小心 然後我媽就是責怪我爸技術太爛 我也不知道我什麼 我爸技術怎麼那麼差呢 她兒子也是亞洲杯的樂魔車冠軍 不要問我是對是錯 不要問我會不會痛 對你的愛再也不願承諾 不要再用那冷漠 拒絕所有的承諾 不要再用那冷漠看著我 我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 唱片公司想要簽我當歌手 我就問我爸說我可以嗎 我爸就是告訴我 你想去 要就做到最好 不然就不要幹 所以我決定了 那我就去努力 可是那時候 唱片公司給我的 support 給我的資源不是很多 我一個月有五千塊的車馬補助費 但是所有的適合拉扎稅 我都要自己解決 我還得去當兵 還有遇到那個 我的第一任唱片公司解散 然後我被收編到了 後來的東家滾石唱片 我讓你依靠 讓你靠 沒什麼大不了 I miss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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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個部門 然後滾石又是人才氣氣 我也不知道我的未來在哪裡 所以我在那邊待了很久 後來發現我還是得養活自己啊 爭取機會 所以那時候我也當過電台的GJ 我也演過電視劇 我也當過主持人 我媽每次打電話的時候都跟我說 怎麼樣還好嗎 因為看兒子電視也可以看得出來 怎麼老實在演短劇 也不知道我唱了很多 從哥哥幫我錄的心太軟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 你總是心太軟 心太軟 獨自一個人流淚到天亮 一開始可能在整個台灣地區 大家沒有感受到 只是賣得不錯 歌好聽 他是可能從北京開始 蔓延出來 然後一直到了香港啊 怎麼東南亞 然後甚至王菲來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說欸 現在北京最火的是心太軟 我才開始炸開來 我爸寫了一封信給我 但是我沒有看 然後有一天我在整理東西 好久過了 十幾二十年的時候我才看到 要對人生負責啊 要努力去實現你的夢想啊 然後爸爸會完全支持你啊 看到戲的時候 你可能感受大哭嗎 我沒有大哭 因為我已經長大 長很大了 我年輕的時候可能會大哭 因為我惹了很多麻煩嘛 小時候廟會放兵炮 我們就把那些兵炮存起來 火要集中 然後做了一顆大的 然後沒想到把我們 那個村子的電箱給炸掉了 停電了很久 然後我就 只能在電箱那邊 每天跟大家道歉 然後我小時候還在人家廟裡面 那個金爐烤地瓜 然後被廟公追著打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要打我 然後那時候沒有覺得怎麼樣 後來想想喔 有很多 當然是非善惡 有規範 你才能夠在一個好的軌道上前進 不然我覺得我會跨出去 甚至會違法 我每次在外面幹壞事的時候 我媽也有在我面前落淚過 可是她不知道怎麼跟我講 因為我們打架鬧事什麼的都有嘛 所以我兒子 我在面對他的時候 我跟他的陪伴跟那個方式是比較 不一樣的吧 我比較像朋友一樣 雖然我有一個父親的身份在那裡 但是我跟他相處的時候 是像朋友一樣的去跟他聊 判定是在於不溝通 他的代溝越來越深的時候 我就幹我的 我不聽你的 因為我可能經歷過這樣的 我知道 怎麼樣跟我兒子溝通吧 這好嚴肅喔你們這個題材 這孝親為什麼會找我呢 他是那個人孝順啊 其實很孝順 我還好好不好 嗨大家好我是任仙琦 第三屆旺旺孝孝獎要開始囉 孝順不只是只有陪伴或是嘴上說說 你要想想看 父母真正的感受有需要 歡迎大家透過詞曲的創作 或是拍攝短視頻 來表達你對父母心中的愛 一起來吧 請不要擔心 請不要擔心 你幾乖老輩 最愛最愛的寶貝 有一種關心默默的差異 全心守護你